台湾切削业领导品牌MCM MCM ESG绿色主张持续创新之力成为绿色切削业的领导者 You have the power to protect your piece MCM can help you recycle, reduce, reuse MCM采用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制成、绿色生产 来达到一个绿色循环的概念 MCM植物性切削业满足企业在ESG实践方面的需求 达到低碳、环保、可再生的产品 在环保方面 Environmental MCM植物性切削业采用植物油作为主要成分 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障人员的安全健康 可降低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味 及大幅度减少废水的产出 社会责任方面 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业可降低企业的碳排放量 保护客户操作人员的安全健康 可向社会展示客户的社会责任感 又可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安全感 公司治理方面 每颗植物性切削业从源头把关到生产销售 符合法规规范和规范要求进行 保障企业的合规性及透明性 展示企业良好形象和品牌价值 以下是公众媒体对每颗的报道 从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一直到2020年经济日报的每颗植物性金属加工 用油掀起业界新革命 每颗MCM植物性切削业因其绿色 环保的特点 深受广大工厂 制造商的喜爱和肯定 这种切削业以植物性油为基础 不含有害化学物质 且在使用过程中能有效降低工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得利于其卓越的表现和环保优势 每颗MCM植物性切削业获得了多项政府奖项 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每颗产品质量的肯定 更鼓舞住我们不断推进绿色制造 环保保护的使命 每颗MCM植物性切削业 作为一种符合ESG实践要求的低碳 环保 可在生产品 在企业生产经验和社会责任实践中 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每颗植物性切削业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产品 可帮助您实现ESG目标 透过使用我们的产品 您将会体会到MCM植物性切削业 能让您发现更多的附加价值 更高的生产效率 更清洁的工厂环境 以下是 MCM如何帮助企业实践ESG的成功案例 接下来很荣幸邀请到 全球最大水泵领导品牌 瑞士港湖的廖组长来与我们分享 全球水泵的领导品牌 荣获中华民国企业环保奖 瑞士格兰富Grand Force 台湾厂区制造部廖国强组长 廖组长你好 想先问一下 MCM植物性切削业与传统半合成切削业 在工厂环境及清洁性上和长期停机时 品质稳定性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跟之前的油品去做比较的话 植物性的第一个是我第一次所用到 那以成本来讲使用量跟以前差了一倍 那以环境来讲 现在整个环境不会像以前地面很脏 然后设备也很脏 然后环境会很臭 那这个植物性的切削业是不会的 不会产生这种错位 那对于整个环境 那人员的身体健康来讲 都有很大的帮助 OK 那过年期间 以往用使用旧的 成统切削业 我们过年都要派人员来去乱切削业 那过年前 我们需要做这个产品上的调整 好因为住建的部分不能放太久 会产生生锈的情况 那现在换成这个植物性切削业之后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经过今年2023年过年的测试 好因为今年过年是10天 好你就经过测试 没有派人来乱切削业 那住建的部分也放了10天 不会有生锈的情况 那想再问一下 MCN植物性切削业在工厂空屋方面 对于柜厂是否有直接且明显的差异呢 是有的 经过我们长期的资料统计 那整个空屋费的部分 降低了八成的去处理费 那以成本来讲 我们净料的部分 那也比以往每个月 也有降低了将近八成 那以破布的部分 那也减少了一倍左右 那廖组长再问你一下 葛安副导入MCN植物性切削业之后 现场操作人员的普遍反应如何 现场同仁的反应也有 我们有经过去询问一些相关的同仁 他们回馈也是相当满意的 第一个在夏天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发臭的现况 然后第二个在机台设备擦拭的时候 因为之前是用油性的 那油性的油附着在板间上面 比较不容易擦拭 手部要利用的擦拭力道会比较大 那现在用植物性切削业之后 就比较能够轻松的去擦拭机台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设备保养时间 谢谢组长 然后针对我们刚刚的一个经验分享 那想请问也就是说 贵公司针对我们的成功体验下 那您会介绍您的客户或是您的朋友 推荐我们美科植物性的那个产品吗 会的 因为整体来讲 不管是成本环境 都人员的方面 都有大大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那以社会责任来讲 以环境来讲 我愿意跟其他同仁或者同事 去分享这个经验 或是同业的客户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觉得 美科的产品是非常赚的 赚 你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 选择美科 成就美科